嗨 大家好 對 跟你的場景不太一樣 因為我現在人在MixD的他們公司 然後他們邀請我來拍攝這個 UNIQLO跟CUS最新的聯名 然後這算是一個短短的Vlog 因為我們主要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一次吧 這個 UNIQLO跟CUS最新的聯名 我們等一下就會先看他們拍攝 然後拍攝完之後就跟你們 稍微分享幾個我覺得 這一次聯名的重點 以及你們可以優先搶什麼東西 還有大家最可以的就是板型跟尺寸的問題 好 那我們就先跟他們錄影 稍等 好 那剛剛跟他們拍完了小開箱 第一次亂錄別人的節目 小害羞小害羞 一整桌 滿滿的CUS 而且我竟然可以在發售前先看到 真的是 滿興奮的 那就來慢慢的跟大家稍微看一下 看一下有哪一些款式 比如說我身上這一件 湖水綠 然後藍色的BFF 然後還有這一件 粉紅色的 有Compagnon 然後旁邊牽著一隻 就是紡色的BFF 然後這兩件呢 都是比較特殊的顏色 就是粉紅跟 Tiffany 綠 他們的圖案印刷 是比較厚的 所以如果你是追求有沒有 圖案又比較有質感厚一點的話 這兩款應該會滿適合的 然後再來就是別的圖題的話 就有這個 Compagnon 抱著BFF 然後還有 這個 BFF抱著Compagnon 剛好打過來 出貨雕像的圖案 三個Compagnon 以及這個 最經典最經典的 就是 半博系列 這件真的超讚 剛剛給你們看的這幾件就是 我自己個人比較推薦的 就是經典的款式 我覺得壓力蠻強的啦 然後剩下還有一些 我就不如拆開來看 像是有 呃 這一件 就是 口袋的T恤 然後就是口袋這邊 有這個圖案 然後還有 這個 CAS 對 這個也是比較厚的印刷 然後還有一些 其他款式 我自己就 比較不是我自己的風格啦 然後銅裝的話 基本上都差不多 對 這個是銅裝 蠻Q的 那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他們這一次 唯一一個配件 托特包 托特包 應該看到圖案吧 他的托特包 這一次 上面竟然還有 這邊有刺繡 對 他的托特包上面有刺繡 麻布材質的Compagnon 一樣 這邊也有 一個小的刺繡 裡面有一個 內袋 裡面有內袋 上面有一個刺繡 這是刺繡 這是刺繡 這是刺繡耶 加分 然後可以放 就是可能 衛生紙之類的包 然後有附一個扣子 可以把它 扣起來 因為它東西被偷走 會不會掉 都差不多 四款托特包 都是厚實材質 不會到很輕薄 就是很沒有份量的 然後裡面都有附一個 小內袋 然後內袋裡面 都是用刺繡的Cuts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的 三部帶還蠻有誠意的 然後短T的話 我個人自己最推薦 就是我身上這一件 因為顏色很特別 很夏天 再來就是 這一個 半婆的 因為半婆真的是 很有懷念的感覺 因為以前那時候 ORINO FAKE的時候 它的半婆就印象非常深刻 所以這件我也蠻推薦的 然後剩下的話 就是看個人 然後它這一次的聯名 一樣 袖口處都有附上 這個 它的刺繡 最後就是 版型的部分 所以 廣歸這一次的聯名 我覺得 真的是很值得 因為 都是非常經典 CAS出的圖案 真的是蠻值得拜的 然後 今天就這樣 短短的 搶先分享一下 這一次的聯名系列 記得版型偏小 所以如果只想穿快鬆的話 盡量拿大 一到兩個尺寸 我覺得會比較有 你心中的感覺 所以就希望能幫助各位 提前 解你的一些疑惑 然後搶到你喜歡的 CAS系列 那今天影片大概到這 比較短短的VLOG 因為 就是有點臨時拍的 然後 希望能對各位有幫助 好 那今天影片到這 喜歡 那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 IG 然後小鈴鐺開一下 開一下 才能第一時間按我的影片 那今天就這樣 我是Kevin 我們 下次見